回来了回来了 哎呀我的天哪 你说这一到周末呀 我这个媳妇就让我 让我跟她逛街去 哎呀可把我累死了 情人说你啥意思啊 现在陪我逛街嫌累了 不是嫌累呀我还饿呢 我还饿你 饿你做饭去 你咋不去呢 我不会啊 这话烙得好像我会似的 哎呀 哎呀肯定是大姐夫回来了 哇 你看看 哦呦 糖醋鱼 哎呀姨父 我回来了 看这条鱼好看不 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关键是看上去它就好吃 真的呀 这一个可是我做的 啊 哦呦 你做的呀妞妞 哎太厉害 你现在都会做饭了 你可比二姨强多了 真的你可比二姨强多了 这个是我们老师布施的一项作业 给家人做到菜 就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那你自己没尝尝吗 好东西呢要留给长辈先吃 你们吃过了我再吃 你看这孩子 你看这我们老范家 嗯 这么小一个孩子 现在就会做饭了 那可 媳妇 这说明什么 什么 说明咱们两口子 永远都不需要学会做饭了 是 以后 啊 就让我们两口子 在这个家里 永远的幸福下去吧 啊 哈哈 哎 哎妞妞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咱们家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 啊 啊 那这条鱼呢 谁先吃呢 二姨 哎呀 你没带走 来我先吃 哈哈 哎呀 太好了 我尝尝尿尿的鱼 哎呀 肚子这块肉 哎 最嫩 哎 看见没有 哎 最嫩的一块肉 嗯 嗯 嗯 好凉 好凉 啊 啊 那我先回去想作业了 等他们回来一起吃 嗯 哎呀 不行 我得拿这个 让一切更新鲜的鲜博士 鲜牛奶我溯出口 哎呦 哎呦 黄个味儿 我算了算我算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鱼也太苦了吧啊 这小苦味哪会儿下就上到门了 我前任风啊 我鱼也鱼无数啊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鱼 哎呀 啊 媳妇 你今天做得非常对 咋的 这个鱼是谁做的 妞妞啊 妞妞做的 她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做鱼啊 哎呦 我跟你说咱得鼓励她 对对对 咱可不能打击她 对 但不行啊 顺芳 你看一会儿全家人都回来了 啊 一人吃一口都吐了 那妞妞多伤心啊 这这可咋整呢 你吃了吧 哎 这是个好吃 我再不吃你多难吃啊 那怎么办 谁吃 我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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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饿死我了 大姐夫 啊 来呀 大姐夫 啊 来呀 来呀 嗯 干什么呀师傅 一个人坑我还不行啊 把媳妇也带来组团坑我是不 啊 哎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唐素语 唐素语 哎呦我的妈没想到 谁做的呀 我说二米粒做的 你信吗 我信你个鬼 我尝尝 尝尝 我信了 这是个什么鬼 阿米 啊 你会做饭吗 不会 你不会做饭你做什么糖醋鱼啊 多好的一条鱼啊 你看 给浪费了浪费是犯罪知道不知道啊 不是 啊 你知道你这个鱼为什么做坏了吗 你收拾鱼的时候苦胆没有拿出来 那还能吃吗 另外这鳞也都没弄干净啊 哎呦 哎呦这个鱼半生不熟的能吃吗 别眨没眼睛 知道这个鱼眼明为什么一直盯着你吗 他是死不瞑目 太难吃了 妈妈 我讨厌你 哎 哎 不是说发 我说二米粒呢 他讨厌我干啥呀 你着这鱼谁做的 我告诉你这条鱼 啊 是你女儿做的 谁做的 妞妞 大姐夫啊 人这是妞妞的老师给妞妞布置的作业 说让给家人做一道菜 你知道第一次做菜我都我都这样了 你没反应过来 是是是 我刚才一直看着鱼来着没反应过来 气死我 赵刚子呀 你说你啊 啊 你平时 这么多年你培养妞妞你容易吗 培养的还这么优秀 你也经常对她说 你作为一个优秀的女孩 要上的了厅堂下的了厨房 现在孩子刚刚迈进厨房 你一脚就给踹出去了 我告诉你赵刚子 妞妞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进厨房了 嗯 你伤了一个孩子的心 赵刚子 我说一句话 我可不是威严耸听 这孩子如果长大了 很可能就会变成 她 你这话说的没毛病 一个崭新的二驴子即将诞生 哎 大姐妹你太脆弱了 大姐妹 哎呀大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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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住 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不行 我得去找她 我得找她去 你回来 哎呀你干啥去啊 我我跟她成立 陪你道歉 成了错误 哎呀你道歉现在有用吗 你现在得好好想想 你怎么弥补她 那怎么弥补啊 大姐夫 哎 我就问你 咱家谁歪心眼最多 你看他没死出 就这方面 他绝对拿捏的死死的 你这件事你就得求他 顺分 我 你老父亲 我 这歌不合适换一个 顺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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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这 你这音乐不行啊 不要不要音乐 还不要音乐 不要音乐 大姐夫 大姐夫今天求你 顺分 你帮帮帮帮我 帮帮我行 帮帮帮我 怎么解决这问题 我帮不了你 哎 你就不怕我给你挖坑啊 顺分 顺分 你今天吧 你使劲的吧 你可劲吧 你就是把我埋了 我都得感谢你 那这么说今天是个正义的坑 必须的 媳妇 啊 这活接不接 顺分 嗯 让你缺德的小宇宙爆炸 蹦 大姐夫 我一会就把妞妞叫出来 但是丑话说在前头 我今天这个坑挖得再深 你也得给我往里跳 都是为了孩子 对的对的 我明白 妞妞 谢谢你 哎呦 哎呀 哎呀 妞妞 妞妞啊 哎呦 好孩子好孩子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哎呀这多大点事啊 哭啥啊 就是 咋的烂 哎呀我做的鱼真的有那么难吃吗 妞妞 你今天做的这条鱼非常好吃 嗯 那我爸说不好吃 挖 啊 哈哈哈哈 妞妞啊 二姨父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要害怕 嗯 你爸爸他病了 啊 不是 你别太紧张 小病 就是他暂时失去了味觉 我爸没事吧 嗯 没事 想当年 你二姨我第一次做菜的时候 你二姨父也得着病了 对 后来我不吃了 就好了 对对对 爸爸你真味觉失灵了 是是是 暂时暂时味觉失灵了 你看啊 要不怎么他们吃的好吃 我吃的不好吃 对 你看 我不信 你看怎么还不信呢 怎么还不信呢 爸爸确实是味觉失灵了 对 包食 来来来来 牛牛 牛牛来来来 你闻闻这是什么 吐啊 大姐夫 啊 来 这是什么 吐啊 你闻闻 你闻闻 你闻了吗 你就瞎说 你好好闻闻 是还是 不是啊 不是 红糖水吗 嗯 红糖水 这是红糖水 你看看他们失去味觉了 你尝一口给孩子看看 好 好 大姐夫 好 为了孩子 摔着他 行 红糖水 你看看 红糖水 牛牛 我说对了吧 你爸爸失去了味觉 所以说这条鱼 它好吃不好吃 它尝不出来 对 回来啦 回来啦 大姐回来啦 啊 爸爸得病了 他失去味觉了 喝醋都不算 那不可能 他怎么突然失去味觉了呢 钢子 你 是不是你给你大姐夫又挖坑了 哎呦 现在真是好人难当 大姐夫给我解释解释 大米啊 怎么跟顺芬说话呢 顺芬 顺芬是咱们家最有爱心的人 他是正义的华神 顺芬 倒行 顺芬书记是给我挖坑 他是磨练我的意志 锻炼我的品质 提高我的素质 顺芬是我的指路名当 嗯 我说他是提高了你的演技吧 怪不你老学 我脚啊 我脚 你眼睛真是 钢子 喂 你真失去味觉了 失去味觉了 妈妈 我爸非得说醋是红糖水 那怎么可能呢 我闻闻 是啊 别信你爸的就是醋 大米 啊 那怎么跟孩子说啊 这就是醋 这怎么呢 这是红糖水 这是红糖水 大姐 你闻闻这是什么 我 大姐不 确认了他 哎呀 怎么样 甜的 甜的吗 甜的 红糖水 怎么这不可能 大米你就别管了 你先带孩子回屋吧 哦 上班啊 不行我不能再喝了 喝不下去了 放心吧 咱家里没有醋了 没事吧 哎 我回来了 妈你出去半天了 你干啥去了 我买菜去了 买菜去了 今儿个商场啊 大抽冰 你看 我买两瓶醋 嗨 哦 扎姐不 你挺住 没事没事 刚刚那你咋去了 哦 我爸得病了 他失去味觉 喝醋的跟喝红糖水似的 不可能 妈 妈 你就相信我了行不 别让我再展示了行不行 我不信 妈 你怎么就不信呢 妈 试着他 怎么你 试着他 我喝 哎呀 哎呀 甜的 甜的 妈咱不能再喝 两瓶 咱已经喝一瓶 剩一瓶咱得炒菜 哎呀 这臭的事啊 你不用担心 我这还有一桶呢 哎呀 大姐夫 大姐夫 你放心 你放心 我是绝对向着你的啊 这瓶 说什么也不让你喝了 你把这桶喝了 你不再来来坑 这时候你这不是给我挖坑 你这只给我挖了个井 介绍邻居们 我是没有办法了 看你们的了 喧不喧 一二三 喧了他 一二三 喧了他 哎呀 你别喝了 看见没 还是我闺女疼我 爸不能再喝了 红汤水喝多了也胀肚 我这主要是想让你丢着肚子 把我那条鱼吃了 哎 大姐夫 你开心 这坑我没想到啊 大姐夫 这坑你可以不跳啊 这坑我必须跳 哎呀 这鱼是我姑娘做的呀 牛牛做的 哎呀妈呀 我姑娘会做饭了 这这妈得吃 吃一口 等一等 大米啊 这么多年 我一直让着你 这回 你就让我一回呗 同时说最疼我 现在有了女儿 忘了媳妇 行 你吃 哈哈哈 太好了 你说我大外 哎孙女都会做鱼来 这姥姥得尝一口 妈 这回您就给我一次机会行不 让我体验一回当爸的感觉 行不 好 妈懂 大米粒第一次做饭的时候 那你爸就抢着吃啊 爸 这是我第一次做饭 然后也是你第一次吃 我想记录下来可以吗 可以啊 闺女你看见了吧 不会做没关系 只要你肯做 他就有可能成功 孩子你记住了啊 你会越来越好的一次更比一次好 我跟你讲啊 爸爸今天特别高兴 能吃到我闺女做的饭 我心里边就两个字 幸福 爸爸 那我把这录下来啊 好 那爸爸开始吃了啊 爸爸得来一块大的 我吃饭了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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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吃 好吃 咱们吃 香不香啊 香 太棒了